为什么一定要去逼着孩子去学一门这么难的语言 包括这门语言可能对他未来的帮助有这么大吗 其实还是拿我们家Eason来举例 Eason绝对是属于听 说 看 读都没问题 唯独 写 填字格对他而言 这个绝对是一个高难度 但是科技改变生活 语音输入 但是反过来想想看你现在还写字吗 你不是语音输入的吗 都不是那种什么传语音 你现在的输入法里面点一下 你说话它是里面直接把字挑出来了 而且因为他现在AI功能 他还能学习你的口音 就算你的口音不是很标准 他也能自适应自学习 所以对Eason来说 他现在要搜很多中文字 他是打不来 他也不会写 他也拼音不会 但他能说 够了 对呀 这点对我们而言就足够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先撇开所谓的民族自豪 赶不去说它 很多人 他们到底是希望让孩子学中文 还是学 中华 中文背后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呢 其实我岳父就是很典型的 我先不说他是不是自私 因为他是觉得我们家老二如果不说中文 其实他以后没办法跟他交流 其实这种焦虑 这是主要原因 这是一种焦虑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 我们希望用这种中华文化里面的这种 孝道啊 对长辈的尊敬啊 让他和我们的文化和认识趋同 因为其实我们很害怕 你都不要说我们在海外 你想想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觉得你叛逆 你的叛逆期在什么 你的叛逆期就是在 你不愿意跟他们沟通 你觉得有代沟 其实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在强迫孩子 接受一种文化 接受一种语言的时候 不是在强迫他和我们的思维模式趋同吗 但是这个正确吗 这个公平吗 现在时代变化这么快 我经常和Eason说 你接受的信息我也在接受 不是说我真的比你懂得多 我们是在同时接受这个发展这么快的这个世界 对 很快很多电子产品他会用 我就不一定会用了 最近他在研究NFT 最近他在研究怎么样 在暗网上利用区块链赚钱 我的天哪 我都没想过这个 而且我们在很多节目里说过 我们也想啊 但是我们父亲俩都现在还没搞懂啊 一个10岁的孩子现在在研究这个东西 嗯 接下来呢 想说一说就是其实是真正的心理化 说白了既然选择了来美国生活 那多多少少我们会对于自己骨子里面的一些或者说印在骨子里面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文化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不赞成 那我我我讲的含蓄 或者说有一些我不认可 那这一些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去触碰 呃或者我说再含蓄一点 去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们希望把一些我们认为的糟粕去掉 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说了余孝 对 孝顺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这么孝顺 我们一天把那个伊森说 18岁滚出去 18岁之后滚 对吧 开着你的破车滚 滚去大学去 是啊 像像我很喜欢看美剧 那我先不管是不是艺术加工 但是至少我认为 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 等到他成年之后 就是和父母是区隔开来的 他是他我是我妈 啊 不管他那个时候是搞到人家肚子了 要跟人家结婚 还是说哪天出柜了变成了gay 这是他的事情 这和我们外人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的这个边界感 是特别特别模糊 甚至于不存在 而且华人的父母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不可否认 有点自私 不是说很自私 有点自私 如果你一定要他去学 学中文 我们在就是在美国 我先不说是不是在泰国 也就是你要他去接受一个和这里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一个文化 我们在这里整个亚裔包括台湾香港什么乱七八糟 其他地方来的亚裔讲中文的只占6.5%的人口 你一定要去让他接受一个少数族裔的一个文化 然后他接受之后 他会去和他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同学 这个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人文化是不一样的 你硬要让他和这个国家里大多数人不一样 那你是不是很自私 他会觉得他在学下来 他会觉得他是个异类 是 为什么有很多华裔的这种二代三代 大家都说很可怜 没有办法走出亚洲社区 没有办法走出唐人街 难道这个问题不出在父母的教育上面吗 一定要让他跟着你过春节 一定要让他跟着你什么过清明节 而不是跟着同学一起去万事节在那里讨堂 这种东西是骨子里也没办法的 今年就上个星期 我们出去讨堂的时候 我岳母在我们出门的时候说了句 这堂有什么好讨的 对就因为那天我们真的有点忙 回来晚了一点点 其实也不是很晚 才晚上七点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 我不怪我岳母 但是其实他这种话 是不是突然之间就是真情如露 就下意识的把真心话都说出来的 所以我也说 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也可能会自私 但是我们会克制住自己 我希望Eason是和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我希望Eason在美国这个国家 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的 我就举个很小的例子 记得前两天我们去求阿姨家 吃早饭那本菜单 当你们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时候 你们会惊讶的发现 只有中国 中国 台湾 香港 日本 韩国 就我们东亚文化圈是这样的菜单 其他地方 一张纸 不管是中东 欧洲 西欧 东欧 北欧 非洲 南美 北美 澳洲 对 人家的菜单都是正反两页纸 正面是推荐菜 前菜 煮菜 汤 色拉 反面是酒和饮料 真的 不是因为我们华人有14亿 甚至15亿 16亿 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 我们应该尽快地融入到整个世界的文化当中去 但是我知道这很难 你包括像日本 他脱亚入欧快200年了吧 明治为新 到现在 时间很长了 但他骨子里面其实还是个东亚文化的一个国家 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整个东亚地区是 包括越南受科举制度的影响非常非常深 所以越南 中国大陆 台湾 韩国 日本 这个高考是多残酷多残酷 你们可以去看看很多日本讲中文的博主 或者是韩国讲中文的博主 他们怎么评价自己国家的高考 对 比中国大陆残酷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种事情 你在西方文化的世界里面不可想象 而且刚才讲到了边界感之后 我还觉得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于东亚 或者我再讲了一点点 以中国为中心的很多的华人心理 就是所谓的玻璃心 我们反正这是油管频道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要自己孩子学中文的 他上个月去马来西亚玩 稍微说了两句马来西亚不好的 被马来西亚华人在他评论心里骂的 真的 何必呢 简直骂的像杀了他们家祖宗一样 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新马一家新马一家 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没这么凶的 我看了他的评论之后我也害怕了 我考马来西亚华人这么凶啊 对 包括像那些在泰国的 黄明志亚还是唱玻璃心 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也蛮玻璃心 对 所以包括你说那些泰国的这些博主 对吗 很多博主 都不能杀你全家 但凡只要多分享一些 关于怎么移居泰国 或者是房屋买卖的 就被举报 我也不知道了 这个事情 这个大家都在做油管频道 做点小视频 这谁挨着谁来非要被举报 但你们在美国就没有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听过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的 说移民的还是做房产中介的 最后被人该举报的 没有了吧 没有啊 在泰国 我天哪 所以其实像刚才讲到黄明志 黄明志大家觉得最有意思的 其实就是那首TOKYO BONG 对不对 就是唱日本的 哇塞那首歌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在粉刺啊 结果人家日本人呢 封杀他了 大庭广众之下 拿这首歌在那边跳舞 但是这次 这次他去迪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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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 卡塔尔 真的他去卡塔尔多哈是吧 拍那个世界杯的宣传片 我看了之后 我都会来捏百汗 你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得罪卡塔尔啊 最后又被全球追杀 你已经被自己的祖国 封杀十多年了 对吧 是啊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个问题 你自己想 泰国也有明令的法令 是不可以评价王室的 对不对 对 好 我不知道 如果哪天黄明志去 去韩国 查一下韩国人的英语 韩国人会是怎么反应 会跟日本人一样吗 大度无所谓 还是跟中国人一样玻璃心 就不知道了啊 但是的确华人的这个玻璃心啊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说嘛 我们自己也会有 反反复复说啊 指的不是中国人啊 是所有的华人啊 对对对 包括在 在美国 洛杉矶的那些 对 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那么 那么强大的一颗玻璃心 一点都不能触碰的 就好像我们前两天的节目里面 讲了讲 美国啊 新加坡啊 也都是非常主观的 说实话 我真怕在评论区里面 看到大家骂我 我都不知道看到了会怎么样 好 点点题 点点题 还是说 为什么我们觉得 要让我们的孩子 接受更主流的文化一点 就世界上更主流文化 就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讲 你问任何一个美国人 世界上最糟的国家是哪个 美国 美国人没有玻璃心 你骂好来 美国人自己也在骂 美国人最好你跟他一起骂 马上被他开心啊 对吧 所以不管是从文化角度 还是从语言的实用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文要学吧 要学 能说能用就可以了 都是这样啊 我们当时在中国学英文 其实也是能说能用 能看呢 难道一定要自己快四五十岁了 还得去上语言班吗 而且特别奇怪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工作语言 已经是英文了 或者是半英文状态了 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 也是从大城市出来的 不是我们这种状态 但是你们到了海外之后 反而要逼着自己的孩子 再去学中文 你们不觉得扯吗 在中国逼着孩子学英文 到美国逼着孩子学中文 累不累啊 大哥们 这是我认为 那这句话我是讲我们中国人的 真的是一个奇葩现象 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逼着孩子学英文 然后来了美国 或者来了海外之后 逼着孩子学中文 孩子招谁惹谁了 太辛苦了 放过孩子吧 也放过自己 既然移民 已经移民移出来了 relax一点生活 不要再把自己过这么累 围着火鹿 吃吃冰淇淋 晚上早点睡 我热死了 拜拜